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說2019年的Elective II MC 我們逐條看看 你看我游了黃色其實就是那個key 即是答案來的 我們逐條看看 第一條都是關於一些spectrum的 它就說 There are dark lines in the sun atmosphere Because the lights at certain wavelength emitted by the sun 會怎樣呢 我想大家知道太陽發出來的光譜 Hot object的光譜應該是continuous 這裏我用幾隻色代表continuous 行不行 正常你用黑色的底板去接收光的話 其實你應該會發覺到有很多不同顏色是會接收到的 但是因為地球 或者太陽 我們叫planets或者star 其實它們夠重 Mars夠大 它們就會有一個atmosphere 有一個大氣層 這個大氣層如果存在 某些ions 或者某些gas 它可以剛好吸收到你某一隻光 其實你某一隻光的光強度就會射弱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我也有一點點印象 太陽大氣層有很多hydrogen 如果太陽的光我當是藍色光 我當藍色光會被hydrogen吸收了 那麼hydrogen 裡面那顆electron就會做transition 吸收藍色光 掉下來 那些藍色光會四散 每一個方向都會再有藍色光放出來 但是你說去回原本方向 那隻藍色就會少了 amount 因為將能量spread 變成你放出來的藍色就會虛弱了 那你真的在地球做觀測 你就覺得好像有條黑色線 其實就是藍色光強度 對比其他顏色來說就削了很多 對不對 但是要留意一下 大家知道是被太陽的大氣層吸收了 是不是 但是它究竟是partlyabsorbed 還是完全absorbed 就是partly的 因為太陽大氣層未必真的可以接觸到這條光 譬如舉例我有兩條藍色光 剛好這條打中了hydrogen 但是另外一條未必打中 那它就會escape了 用回原色 即是沒有降低intensity 這樣出來 所以你要看一下在大氣層 有會 encounter到一些atom 好嗎 這個就是第一條 可以的 好 接著下去 第二條很大挑戰性 放在最後 如果你想聽第二條 立即聽第二條 好嗎 我們先做一些簡單的東西 好 第三條 關於光電效應 好直接 What is the maximum kinetic energy or photoelectron emitter 你知道 如果你 這個maximum ke 你落個公式 都是這個 沒有什麼難度 好了 If gold is illuminated By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Wave length 200nm Work function 是5.3 EV 這個其實都簡單的 你照檔式 F要轉回 做C 光速 除回Wave length 減回Work function 但是你問我 其實有機會做錯呢 我猜都是在long question 會做錯一些計數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你 放些數字下去的時候 要特別 是一個單位 這條是加減的公式 你每一個terms 如果用同一個單位的話 你加減就沒問題 什麼意思呢 Let's say你的Work function 是5.3 EV OK的 你想找出來的 KEMAX 亦都是用EV 變成你這個HF 你就要用EV的單位 行不行 但是正常你 我代回下去 正常你代回Constant 去計 其實你是不會計到EV的單位 你計的單位是 Joe 是Joe的單位 剩10的副9 OK 你會發覺你的數值 大概是 About 10的副19的order 如果你計到這種數值的話 其實你就知道 你現在這個能量單位 應該是現租 因為Joe的能量單位太小 我們就會將這個 Joe的單位 去除E 除1.6乘10的副19 將單位由Joe 轉了做EV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用這個 EV去計的話 麻煩你將這個數 再除1.6乘10的副19 先做這個加減 行不行 不然你計出來 很不合理 這個數字接近0 你就會計到25.3 你就會選了B 行不行 可以了 那你自己計吧 不見了計數機 不知道放在哪裡 你自己計吧 好 下面 這個拆了它 阻礙了 好 接著它就問你 Which microscope Below can be used to manipulate Manipulate 即是操控 操控 Individual Atom on conducting surface 其實它已經提到你了 首先有conducting surface 有哪個顯離鏡證可以用到在導電面 答案就是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oft 我給你們一個圖 之前做的recap 那時候畫了 SDM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oft 它就是用兩邊電極 綁住一個 即是探測器 還有你的金屬表面 如果你放得夠近 你知道electron 會有transition 即是會跳下去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好嗎 但原來這隻STM 它還有第二個功能 就是 它可以拿來將 atom 夾起 行不行 你當是類似是 Electrostatic force 夠多electron 你可以將這些atom 吸起 然後擺去一個你喜歡的位置 有些中國科學家 它用一個atom 來組成一個原子 這個原子 你上網可以查到的 你看回書也有這些圖 可以這個才行 其他兩個顯微鏡 譬如 這個 TEM Transmission Electron 其實它完全是用來看影像 跟操控atom 就完全 沒有關係 所以答案就是 另外那個顯微鏡 你平時實用的 你怎麼會用來操控到atom 你看都看不到 可以嗎 答案就是 好了 繼續看一看 這條也很簡單 它就問你 現在有4隻 Transition 你看到這4隻 它沒有說到是 什麼atom 也不要緊 但你也特別留意到 應該 看下去 其實 Lambda 2 是 Transition 的Energy 最大 Lambda 1 應該排第2 然後 Lambda 4 Lambda 3 它問你哪個數學的relationship 是對的 你不用那麼害怕 你看到好像很難 其實不是很難 它想你比較一些大小 Option 1 它有1over 其實就很討厭 為什麼要1over 它呢 其實 給你這個圖 它都預理用一條公式 E等於hf 行不行 現在你concern 就是wavelength 我們將它轉為wavelength Delta E等於hc overlambda 其實你用這些inequality 其實就是 看能量大小去判別 我們先處理3和4 我先抽個34出來 3和4很明顯 4的能量 就會大過3號 是不是 E等於hc overlambda hc hcoverlambda 非常簡單 hc約了 變成1 就會是你現在 Option 1的relation 非常容易 接著第二個Option 就是問你1和2 1和2 亦都在 重操顧忌 重施顧忌 E等於hc overlambda 1 lambda1就應該是 能量是少一點的 hcoverlambda 約了 變回1 這次他想要 即是他想沒有1over 那你交叉相成 兩個Term OK Lambda2是小一點 Lambda1是大一點 行不行 好了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他說Lambda1和3 加起來 這兩條加起來 就會變成2 如果你看得仔細 或者做得多 以前的almc 其實你就看到 這個能量差 即2號的能量差 其實等於 1號能量差 加3號能量差 行不行 很合理 你看到這條 等於這條邊 加這條邊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有個公式 就是Delta E3 Sorry Delta E2 等於Delta E1 Plus Delta E3 接著 E等於 Hc Lambda Xc Lambda 2 等於 Xc Lambda 1 Sorry Xc Lambda 1 後期加 Xc Lambda 3 那你走完 1之後 即是走完 Xc 代回做1 之後 cancel 變成1 Lambda 2 等於 1 Lambda 1加1 Lambda 3 並不是 直接加起來就算 所以這條看起來就很硬 做起來就簡單 行不行 接著去到2.6 2.6 這些都是跟同學很不熟的 Setting 但是你看到這個Term Deploy equation 其實你都不好意思不用那條色 Lambda 等於 H over Momentum P 我想 Regular course 的時候跟大家說過 其實你最好將 計算機的公式 入多一條 是關於 Momentum Momentum 和Ke Momentum 就等於 H over 開方 2m Ke V 這條色要有 甚至我們有時會用一個電極 去加速一些Electron 如果加速完Electron之後 那顆Electron 的Kinetic Energy 呢 哎呀 先寫一下 這個是V 的Kinetic Energy 就會是 它在這裏 Loss的Electric Potential Energy 舉例 這裏是有 給你一個數值 譬如 這個是6V的 那顆Electron本身沒有能量的話 它過到來 它就會得到6EV 6EV 這個Charge 成為 Foltage 對不對 那就是那個Ke 所以你甚至可以把公式 再Furder Expand 做H over 開方 2m EV 那這幾個 這幾條公式 我預計你 是記了之後去做的 即是不會 derive 那當然如果你數學底好的 即場做就像我這樣 很厲害 都可以 那K e 和Momentum 那個公式 都轉一次給你看 K e等於2分1 MvSquare 那就乘M除M 是不是 那上面的份子 就Mv的whole square 那就變成momentum P的square 所以是P square 那份母其實還有2m 那就變成P square除2m 就是K e 所以 P 就等於2m 乘K e 再重複 可以嗎 那你會有 承擇公式去用 當然公式表給你 其他那些都要你自己 好嗎 好 接著我們繼續 講完 他說 Deployed Wavelength 本身 Kinetic Energy 是一個K eV 就是Wavelength Lambda 如果現在Kinetic Energy 變成了兩倍 Deployed Wavelength 是多少呢 嘩 容易到瘋 Lambda 和K e的關係 就是1 Over 還有一個Woods OK 如果你用回 用開那些Proportional Concept Lambda Proportional 1 Over Roots Ke 可以嗎 可以嗎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Term 有個Roots 在這裡 所以我們說 如果一個K e Double 乘2 那麼你的Lambda 就會變成1 Over 開方2倍 答案就是D 就是這麼簡單 非常容易 接著去到2.7 2.7 也是代工式的遊戲 他就說有兩個Points of 2 point source of red light Distant 160米 from the observer 那這些就做死人了 只是畫個圖 都浪費了幾分鐘 但是你知道我講過很多次 就是Elective的時間 鬆動 鬆動 160米 Observer 那有個人在做觀測的話 他就說 他可以 just resolved By Nicked Eyes 就是看不看得到 OK If they are replaced by the point source of Foulet Lights 即是用紫色光去做 這樣 多畫一個 OK 你知道呢 其實 如果用紫色光 理論上 它的距離 就是你擺放紫色光的距離 應該是可以 擺得 比較遠一點 都可以 這個應該是 多過160 應該是further away 為什麼呢 我們平時看東西 為什麼會有 限制 或有機會 resolve 看不到 原因很簡單 就是 當兩個sauce 好像wave 打進你的眼裡的時候 其實你的眼 pupil 即是銅紅 有個孔 那些wave穿過去 其實它就會 deflat 當它們deflat的時候 它們如果overlap了 其實你就會看不到 它是一個很sharp的影像 你會見到兩坨東西 搭在一起 是不是 我當是一點 譬如你 現在看出街 看到樓下那位師兄 兩隻眼就黏在一起 那就很合理 因為你的眼 解像不到不足 如果它走近一點 你就會見到 兩隻眼 真的是兩隻眼 行不行 所以這個位 如果你用光是沒有 Deflect 即是Deflect得差一點 或者你用同行的 pupil是大一點 其實你就會Deflect得少 行不行 那你看我公式 公式就是 等於 1.22 lound overd 那麼 右邊這個 term 就是你的Deflection 的factor 如果你Deflect得差一點 其實 Pheta就會小一點 我上課都說過 Pheta小一點 即是東西拍得好近 你都可以看到 是不是 變成就越好的 OK 這個概念 他就問你 它可以退多 退到多遠呢 好了 我們都用這個Pheta 等於1.2lound 但是這次有沒有留意 他想問你是Distance Between 那個 人眼 他又是落了一個數值 就是Distance Between object 和人眼 160 那怎樣混合 這條公式 那這個就要你 聽聽了 公式表 第一板 Constant List 那裏 其實有條公式 是S 等於Rfeta S就是Rfeta 在數學公式Support 那我們做E2 這些公式的時候 用這條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用這個 去補補飛的 因為我們說 我先講講 原本那條公式的Wave length 你知道是Wave length 沒有說 D 就是你的Pupil size 這個D 右邊 這兩個Term 其實都講 你的觀測儀器 以及觀測的光 行不行 而左邊這個Pheta 就是講兩件物件 Substain的Angle Pheta 那就這個 OK Pheta 這個Pheta 其實可以 可以 In terms of 兩件物件本身的距離 以及 那件物件 和Observer的Distance 有條公式 就是S 等於Rfeta R 就是Distance between Sauce 和Observer 另外 S就是 兩件物件 兩個Object 就是它本身的距離 行不行 這個就幫助我們砌 你不用背影 因為公式表現 所以Pheta 寫作S 這樣才算 行不行 可以 然後 現在那兩件物件 距離沒有變 即S不變 你用同一個D 去Observer 因為你的眼睛 眼球 大小 Puple大小 沒有變 所以這次 其實是 動的Variable 就是R 和Wave length 行不行 OK的 現在你是由 紅變紫光 這些我都叫你記入去 紅色光大概700nm 紫色就是400 寫了N OK nm 變成你這次是一個反比關係 R 或者Lambda 是Proportional to 1 over R 所以我們說 Lambda1 就是700nm OverLambda2 400nm 就會等於 紅色的那個 就要放在 墳墓 墳墓 墳墓是多少 距離 160 它是280米 From the source 但是120米 Further away From the source 你要走多120米 這條都好煩喔 我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 都要善利一鑊呢 好啦 那最後一條 之後就補回 他就說金屬 Metal 是 Broken up into Nano size particle Which are Closely packed 他問你 Which are falling statement is are correct 第一個呢 他就說 Volium 不變 但是 Total surface area increase 這個都 不知道說了多少次 譬如你有個 有個 立方體 你切碎 其實你切碎了之後 他應該的大小也不會大了 但是你就會把他入面本身遮蓋了那些面 Exposed 拿出來 是不是 所以變成我們就說你的Service area會增加了 那Option 1就拿走 好 第二個他就說形狀改變 那這個就當然了 但是他就說arrangement of atom remains unchanged 那這裏呢 我可以在Notes那裏給你看一下 好啦 那就 拿一下 先學習一下 譬如你說你是一些叫graphite 這個是一個 carbon來的 graphite 那這個graphite 他本身 就是由幾個layers of carbon layers of carbon 組成的 如果你真的要brick down 切碎 其實有可能你將他本身的structure 這塊叫做一個graphite的structure 變成了一塊塊 行不行 那其實就是另一件事 所以你問我的話 其實你是連他的structure 和他的 和他的arrangement都改變了 不單止形狀改變 所以這個就 不對了 他說不變就不對了 第三個 他就說chemical property 時化反應改變 但physical property remain unchanged 這個我都好像 特地找了一些圖給你看 就是上次上課都說過 你不同 大小的carbon sorry 不同大小的gold particle 其實顏色不同 這個就是gold particle 在不同 一個atom的size 或者一個 應該不是說atom 一個structure的size 在不同的 大小的情況 小過100nm 20nm 和正常大小的gold 底下的顏色 你看到都不同 顏色其實就是physical property 所以都改變了 第3個都不行了 答案是A 這年MC都沒有人性 就很難做 我覺得 不是這年 下一年 我會說62年 你都覺得 不是人做 好嗎 最後說這條 這條真的很拿命 他就說 這個是investigate maximum ke of photoelectrons 有這樣的setting 你平時看不少 但無緣無故有多塊 有什麼來 同學說看不明白 所以做不到 首先 我們分開他的structure 去看 好嗎 我先 清理了上面那些東西 我讓你看得舒服一點 我只看下面 這些油了去 不要管 當看不到 看看下面這條 其實下面這條 是一個很典型的 一個resistor 和一個votmeter的setting 舉例如有6v 你如果把votmeter的擺位 擺到 完全包緊了 resistor 你一定會量到6v 同不同意 但如果你把針位 不斷調向 左邊 其實你拿到 或者你量到的 resistor的長度 是減少 所以你拿到的 voltage 都改了 這個我想大家都明白 這是什麼 即是說 現在他 向左移動的話 其實voltage 是會改的 OK 我們跟著再看上面 今次我就 游了 我就游了下面這部份 我們看上面這部份 好了 下面這部份 其實他 你可以當 現在我有一個photo cell 平時也是 打光落金屬板 放耳 那些位 它是駁住一個votmeter 它跟這個votmeter 很明顯就是parallel 即是說 votmeter 拿到多少voltage 就等於 這個上面這個photo cell 拿到多少voltage 所以當我 看看整個東西 舉例 如果你的針 放在這個位 votmeter拿到6v 即是說 這個東西 都是6v 當我把針 放在中間位 這個votmeter 拿到3v 即是說 這個東西 都是3v 當我把針 調到最左邊 votmeter 拿不到任何v 這個 就會是0v 行不行 所以 即是說這支針 其實 Determine到 這個photo cell 拿到多少v 那等於我們平時的 一個variable 一個variable cell 即是改變那個voltage 但它給你一個structure 就很複雜 而且你要看 正負極 你留意到 原來這個負極的位置 是駁住photo cell 的左邊 即是這邊的負極 另外那邊 是正的 即是說 當你打了那些electron 在左邊 走出來 它上去右邊的時候 其實它是會 decelerate 即會減速 即會削了它的力量 所以如果你這個 針 放得越右邊 你削減的能量 就會越多 行不行 可以了 Let's say 你本身有很多electron 舉個例 當本身有6EV 3EV 5EV 本身你把針放在這裏 可能這裏量度到3E 3V 這顆3EV的就會射弱 過不了 因為它每過去就會扣3EV 即過不了對面 但是當你把針放在 很前的位置 3EV和5EV 都可能會被電極吸回頭 Let's say 這裡可能已經是 拿到5幅 行不行 到最後 當這邊 你擺到最盡 6V的時候 其實連最強的那顆electron 都差不多過不了 所以 amount of current 即有多少 current 在 circuit 在這裏量度行 就會跟你的 Foltage 的大小 剛剛相反 Foltage越大 Current就會越小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Decelerating potential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擇D 當V越大 Decelerating voltage越大 Current越小 這條其實跟你平時書或者Nox學的那部份 是類似的 你記得有一個IV圖 但是那個IV圖 左邊區域是這樣的 右邊區域是上去的 現在你是說Decelerate的那一段 行不行 所以其實就完全 Exactly 等同於 D的那個圖 只不過他左右flip了 好嗎 那這裏就是19年 的MC 那有些同學問我Long Crack 我都說 Sir 可不可以說一下Long Crack 其實Long Crack 我自己就覺得可能 搭一些Q&A那裏 說一兩句就算 好嗎 計算自己看 那 那年2A的Session 他問你JJ的Model JJ Thompson的Model 那些同學不熟 那我看回很多 就算五星星的Sample 也好 好答不到 即是A2答不到 那我們看看他問什麼 那JJ的Model 我提醒一下你 就是提子包布丁模型 Pump Pudding Model 那他就說 是一個 布丁 這個布丁是帶靜的 那裏面有很多提子乾 Electron 那這個就是提子乾布丁模型 OK 好了那他就說 他 就是這樣 他也有跟你說 In order to test the model And experiment was performed Such that a beam of alpha was shoot at a gold foil 那之後的Deflect就會出來了 那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 大部分alpha就是直走 是不是 那另外有 小量alpha就是大角度反射 這樣的 行不行 那他就問你 State the result 那我剛才說了 不說了 你自己看Marketing 那第二個部分 他就說 Thomas's Model cannot account for the result 即是說如果我真的那個model是這個壞樣的 JJ那個樣的 那我們是不能夠解釋到大部分直穿 小部分大角度反射 為什麼 聽住了 其實他觸你 是因為你的文字表述 就不正確 如果你有些alpha 在這裡的話 就是你射入去的alpha particle 都是帶靜的 你遇到 那麼大大 的靜的東西 他們不是聚在一起 那時候我們解釋 為什麼他會大角度反射 應該是因為他遇到 一些 很positive的東西 聚在一起 那麼你打下去才有機會做到大角度 才做到large angle reflection 或者 deflect 但是這次你 很明顯 成劈分散了的靜 未足以去到 令到他大角度反射 但是他會slightly 可能偏轉了少少 行不行 但是我看一些sample 很多同學 描述的時候 就是說 那些alpha 應該會 deflact All alpha cannot move strictly but deflact 那麼你這樣說 就不precise 你應該說 most of the alpha particle will not pass frustrictly but deflact at a small angle instead of large 這樣說就合理 即是你每個一撞到的 布丁就可能動少少 這樣 這樣就mix sensor 行不行 那麼這個一分都幾難 老實說 好吧 主要是這個 下面那些 你自己計算吧 看看還有沒有東西想說 我想就是這樣 看看有沒有需要問我 因為這些其實marketing也有 按照計算 不難的 我們今天 講到這裡 我可以看我的 還是想說 我可以看我的 有可能 看我的 感谢观看